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他說In the figure ABCD AC就是這條線 BD就是這條線 就會Intercept 就是相交於 就是Add O點 你不說我都知道 看得出圖 他就說EVA的OA就是5CM 還有BD BD全場就是24CM 他就叫我們找 做一擊破 先看APAC 就是找Length of AD 找這條線的長度 事不宜遲 拿單字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於科技都很先進 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站起來 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這幅圖先講一講 加工了一點東西 沒什麼養分 只不過有了一個黃色 在這個三明OAOD 方便我講解 OK 好 來到了 APAC 明顯地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因為這個是一個菱形 他所說的 ABCD 所以明顯地 Clearly 中文叫明顯地 你可以不寫這個字 OK 我們會知道 根據零形的特性 我們會知道 就是 很明顯地 就是 這一段的長度 OD 和OB 應該是一樣的 OK 就是OD 會等於OB 會等於多少呢 鑑於全場有講的 整條Db Bd 就是24cm 這裡講的 你隨意就是12 OK 可以嗎 原因 我怕不夠位 我寫在下面 好嗎 就是Properties 就是OF 就是OF Rumbris 中文的同學 就是靈形性質 OK 可以嗎 此外 Also 我看到什麼 Also 就是解此外 OK 這個是一個靈形 靈形性質 告訴我們 Properties 告訴我們 這一隻中間的角度 其實是90度 OK 可以嗎 就是說 Also 這個角度 就要角度 AOD 就會等於90度 原因 也是一樣 就是 我寫在下面 就是Properties of Rumbus 中文就叫做靈形性質 OK 可以嗎 所以換言之 我們現在看看 這個黃色的直角三個型 可以嗎 這個黃色的直角三個型 我們看看 就 我在這裡看 有些資料我還沒記錄下去 AO給了我 是5cm 就是說這一部分是5cm 不如我記好一點 這一部分是5cm 我拿一支圓筆錄 這部分是5cm 寫好一點點 Cm 那這一部分 剛剛計算過 是不是 OD是12cm 那就是說這一部分 是 指出來 好不好 就是 12cm 寫好一點點 那這一部分我指出來 這一部分是5cm 所以其實在這裡 就是這樣說 我想找現在AD的長度 這是一個直角三個型 對吧 所以我不如這樣寫 就是in 這個三個型 叫AOD 就是說中文同學 就是在黃色的三個型 AOD OK 那這三個型 會發生什麼事 直角三個型 就是斜邊 直角對著那邊 就是斜邊 就是AD 他的二次方 根據不施定理 Pradical theorem 他AD 就是斜邊的二次方 就會等於另外兩條邊 分別就是5和12 他們的二次方相加 所以就是5的二次 再加12的二次 原因就是Pradical theorem 就是不施定理 原因就是不施定理 我怕不是幾個位 寫上去下面 OK 可以嗎 換言之就是 AD的二次 我照射 會等於多少呢 就是5二次 就是525 再加就是12二次 就是144 加上就是169 我不是幾個位 不如就 我割開螢光幕 左右開工 左右兩邊 好嗎 我把這裡 移私上來 繼續做 所以其實 在這裡 如果你給我 即是換言之 我今次 就會把二次方 調到旁邊 調到旁邊 怎樣 就是左邊 就留住AD 在這裡 就會等於什麼 右邊就是 二次方 調到旁邊 就會變成正負開方巾 好了 就 169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開方巾169 即是13 所以其實 有兩個答案 換言之 現在 我們知道 或者我用藍筆 在裡面 換言之 就是說 AD有兩個答案 AD 會等於 13 CM or 或者 AD 會出正負 就是負13 CM 鑑於 沒有可能出負13CM 你想一下 AD是個邊場 邊場 難道有負數嗎 負數代表什麼 縮入13CM 對嗎 所以沒有可能 即是說 這個是 rejected OK 中文就叫做 寫去 即是不愛他 可以嗎 所以其實 都幾明顯 AD就是13CM OK 那 整件事搞定 我亦更新回答案 即是說 這個是一個 13CM那麼長 AD 就是這個 可以嗎 偷一點點位置 這裡做個B part 他 B part 看看他問什麼 B part 在這裡 這個 就是叫我們 find the parameter 周界 of the rhombus 找找靈形的周界 就是找找這四條邊 對不對 都幾明顯 因為這個是一個靈形 根據靈形的性質 其實我們會知道 就是說 或者我這樣寫 這樣可能會好些 就 按隻紅筆 這個是 13CM 意思上 它 根據靈形性質 這四條邊 應該都一樣長 可以嗎 那 或者我記錄好它 2 3 4 對了 這四條邊 都應該是一樣長 可以嗎 所以 如果你給我寫 我就會這樣寫 由於 我知道的就是 ABCD 就是 It's a rhombus 中邁同學 由於ABCD 是一個靈形 可以嗎 所以 我們心裡有數 即是 紅色的這四條邊 就是 AD 就根本上等於 AB 就根本上等於 CD 就根本上等於 CB 大家都叫做13CM 寫13算了吧 因為都不是最終極的答案 不用先進單位 OK 可以嗎 所以 換言之 我們心裡有數了 換言之 今次我們要計什麼 這個parameter 我們就會這樣寫 就是 the parameter of 這個 ABCD 中邁同學 就是 ABCD的周界 好 就等於 很明顯 這條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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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把13 一條 乘回4 沒有理由加4次 傻子 不過你可以的 所以 其實最後終極的答案 應該都出了 就是 13乘4 就是52CM OK 整件事搞定 好了 終於搞定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